企业防灾备忘录 需要能够为地方尽一份行李 企业在面临大规模灾害时 能预先准备减灾及应变机制 同时如行有余力 也希望企业能够协助在地邻里社区 共同来对抗灾害 黑山区公所日前与在地企业五态房屋 签署企业防灾备忘录一同守护家园 我们从去年疫情开始 从6月3号到10月3号 整整有四个多月的时间 那我们五态房屋也派出了我们的同仁 然后协助我们在两个市场的一个出入口这边 做体温量测 以及相关的一些实联制的一些工作 非常谢谢这些民间企业 他们的一些大力的支持 让我们整个疫情能够很快 能够和缓和平稳下来 这部分充分发挥了我们公司协力的 这样子一个成果 五态房屋在去年6月至10月疫情期间 协助派源至市场 协助进行防疫及宣导工作 并提供帐篷等物资相当热心公益 同时本着取之社会 用之社会 派能共同为地方尽一份心力 我们觉得说 我们大家一起为这个城市贡献 我觉得这个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 所以今天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 那我们也会有需要的时候 也会尽我们的权利 因为这是我们的企业社会责任 特别邀请我们五态房屋 一起来签署我们的一个合作的一个备忘录 邀请他成为我们在地的一个 房灾企业的一个单位 后续如果说有任何的我们在地 需要做房灾工作 甚至说研席的部分 我们也都会邀请我们五态房屋 一起来合作 希望我们能够一起来为泰山 打造一个安居乐业的一个环境 林庆峰区长表示 鼓励在地企业加入房灾工作行列 第一时间即可就近协助公所 防救灾工作 降低灾损的影响 而大规模灾后 余富源重建上 也需要公司部门来鼎力合作 以加速民众家园的恢复 并期盼有更多企业共同参与 打造泰山成为安居安全安心的 三安居住环境 记者虎宇轩泰山采访报道